一个小时后,车队安然驶入南洋主路,临近五点,黎翘在自家门口下了车,黎翘道别后,从保镖手里接过自己的车钥匙,目送着车队,缓缓离开,前方的黎鹰家道,飞速驶来一辆银灰色的汉马,车停 昨晚去哪儿了? 燕城 跟伤绍衍一起去的,别想糊弄我,我刚才看见他的车队了 哦,不是和他一起去的,只是和他一起回来的 有区别,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让你离他远一点,你就是不听是吧 哎,问你个事呗 什么事,你说 黎三的思路瞬间被带偏了 你和伤绍衍有仇? 没仇,干嘛这么问 没仇为什么不让我和他接触啊 这么说吧,我跟他没仇,但不代表别人不想让他死 他仇家很多 多到他只要放松警惕,随时就能被人设成马蜂窝 能称霸南洋这么久,你以为他靠的只是经伤头脑 翘翘,别小看伤绍衍 你所见的,不过只是他的冰山一角 他从来都不是什么好人 总之,记住三哥的话,远离伤绍衍,对你没坏处 好吧 黎翘嘴上答应得痛快,但心里却有自己的算盘 他从没说过自己喜欢好人 更何况,回想在边境那些日子,他也不觉得自己有多好 进了门,黎翘直接回了三楼的卧室,刚把手机放在桌上,黎三又不请自来 学校那边的事,大哥不让我插手,他说他帮你处理,有结果了吗 没问 我早晚能被你气死 会有结果的,吵什么急,你什么时候回边境 不是说商路他爹要过来吗,等处理完你的退婚我就回 你呢,毕业达便之后,要跟我回去看看吗 不了 翘翘,都过去三年了,灰宰的是 别说了,他神情晦涩地摇了摇头,叮嘱了一窍别多想 转身,便离开了房间,听到身后的关门声,拿起了手机 通讯录最下面一栏,有一个特殊符号的备注 离翘愁愁半晌,还是拨了过去 小丫头,你还记得有我这个老师 老师给我传道授业解惑,学生哪敢忘 你这小丫头,少说好听话 虽然我年纪大,但可不糊涂 有的人呢,说是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准备论文答辩 结果呢,他整整两个月没来了 那老师,明天有空吗?学生去给您赔罪 算你有良心,明天上午我要去一趟协会 你直接过来吧,正好你师哥也在 我没来的 我没有说呢,所以很想引寻